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在17号这天举行了一场防治就业歧视为电影大赛的颁奖典礼 经过专业导演专家学者的初审还有副审 选出了社会组还有学生组的优胜者 并且也颁发了讲座给得奖人 带您来看看现场的状况 在记者会上开场表演邀请到学生组加座的主角们前来演出 这群智能不足的身上孩子平时都有工作 但他们怀抱着一个共同的梦想 期待能以表演和舞蹈登上舞台 以行动呼吁社会给予伸葬者更多公平的就业机会 我们去年一个刺青的案子 我们后来被认定就业歧视 行政法院也认为它是一个就业歧视的案子 然后经过很多媒体的充分报道以后 其实对我们就业歧视这样的一个防治达到很大的效果 其实每一位朋友你们心里想要说什么 想要表达什么都不要犹豫 拿起你的摄影机 用你的画面去表达你的情绪 那这一次是就业歧视这个微电影 那从一百多件的作品里面 其实每一个阶层的这个拍片的人 我觉得都蛮用心的 老公局长谢震达表示 老公局受理的就业歧视案件量 每年约达百余件 今年减少到三十几件 显示透过宣导有助于降低就业歧视 今年以创新的为电影和网路媒介 让防治就业歧视概念 可以传播到更年轻的族群 媒体播放的一个形式 微电影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形式 透过YouTube这样的一个形式 能够把它的一个就业歧视的观念 宣导到不同的族群 那很高兴我们有108件的一个参赛作品 其实当初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很担心说 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活动没有 也因为就业歧视这样的一个观念 不容易去拍一个 一个微电影这样的一个创作 那我们有108件的一个创作的产品 这次的活动总共吸引108位参赛者报名 经过导演专家学者的出副审 严选出社会主及学生主优胜者颁发奖座 老公局期待透过为电影聚焦的中高龄就业 身心障碍者与移工议题 能让更多观众看到不同类别的 劳工职场奋斗身影 共同推动友善无歧视的职场环境 杰峰强市府长报道